日本德川幕府时代 民间出现一种名为赤面天花的怪迹 此病只在男子间传染 一旦患病 几乎没有痊愈的可能 导致男性人口越来越少 到18世纪初 净只及女性人数的四分之一 德川幕府第七代女将军 德川佳继年方七岁 其后宫大傲中 却有近千名才冒双全的美男子 而同时期的民间 因为健康男子匮乏 妇人们不得不出钱借种 才有可能生下孩子 许多没落的公子哥 便以此谋生 成为坊间牛郎 或入赘名门 成为繁衍工具 故而阴盛阳衰 女性渐渐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 谁也幼之近 也来自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 与商人之女阿信是青梅竹马 为了赚钱养家 她不得不告别阿信 进入大傲 成为将军后宫中的一员 出到大傲时 水也被分配到了负责杂役的御三间 因为穿着寒酸 但没少受到同僚的排挤 将军年纪尚轻 从不曾来过大傲 男人们便把浴火发泄到了同伴身上 有人甚至主动向大傲总管事腾波 以及玉中阁松岛投海送报 以换取晋升资格 索性水也出身无事世家 功夫了得 才免遭死难 这天 水也看到玉中阁们正在操练剑术 忍不住跟着练习起来 总管事腾波看到后 便让他与大傲第一剑客贺刚比试 水也伸手不凡 情义便打败了贺刚 收获了一大批仰慕者 也吸引了腾波与松岛两人的注意 贺刚原本是松岛的情人 经此一世后便完全失宠 他不堪其辱 私下找到水也 要求再次比试 却再次战败 随后便剖腹自杀了 为了顾及贺刚的颜面 大傲对外宣称 他是因病身亡 没过多久 德川家记夭折 新继任的第八代女将军 名叫德川吉宗 为人雷利风行 十分关心民间疾苦 他推行连政 缩减开支 连大傲中的男子 也没有更换 因为贺刚已死 水也便被腾波和松岛 提拔成了狱中葛之一 有幸参加早会 觐见将军 在一众妖娆多姿的美男子之中 水也依然保留着 象征男子气概的月带头 身着一袭黑衣 面容不卑不亢 也正因如此 他竟脱颖而出 被将军选为 第一个为他侍寝的人 就在水也以为 自己终于要出人头地时 厄运却悄然来临 原来 第一个被选中侍寝的人 被称为内政之方 按照大傲规定 作为第一个夺走将军 处女之身的男子 内政之方在侍寝结束后 便会被立刻处死 就连将军也是在选中水也后 才得知了这项残酷的规定 正因如此 熟安此道的腾波 才刻意提拔水也 非可以觐见将军的御中阁 因为他料定 凭水也的容貌 一定会被将军选定 成为送命鬼 随后 他便可以推自己的情人 松岛上位 在得知自己的死亡 可以换来家俗的富贵后 水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事情之夜 水也才发现 原来将军的闺蜜 也叫阿信 不由得心碎不已 那晚 他把将军当作家乡的阿信 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天亮时 将军感念水也深情 便教他从此隐姓埋名 回乡与阿信团聚 对外则宣称 水也又知尽 已被处决 随后 将军下令召集了大澳中 最俊美的五十名男子 松岛等人以为 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 纷纷效仿水也的装扮 全部改成了身着黑衣 有些人甚至也剃了月带头 没想到 将军根本无意选人事情 而是决定 还他们自由之身 减轻大傲的财政负担 松岛和腾波忙来忙去 终究害人又害己 换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这个男女颠倒的世界里 唯一不变的 大概只剩下那些 无法忘怀的儿女情长 以及居高位者 所抱有的忧国忧民之心 其他 都只是对历史与现实的 讽刺吧